各位企业点好 欢迎收看DK的相亲战体说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旁非常有实用意义的 精妙对场局 此局红方这一边仅有两个炮 黑方却有炮马足 双四拳 目前看这个局面 红方中路这个炮 把黑方的炮 双四老将给困住了 感觉一上了手 红方可以通过从中路 创造双炮的杀旗 但目前看这个局面 你会发现 黑方还保留一匹马的存在 对红方来讲十分不利 又有编组来牵制 那一上手 红方这一边第一步棋 到底该怎么走 如果红方先抬一步炮 向平中炮创造双炮杀 黑方只要选择进马 就可以了 你这手虽然可以平中炮 谋求双炮为脚的机会 但却根本来不及 黑方把马往上一跳 你会发现 你现在浸泡吃炮 黑方就用马换炮 黑方有马高足 你仅是个单炮而已 一旦这么走 红方可能要掰 所以上手红方 像创造双炮杀 压根是行不通的 那这里红方这边仅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 就是走成天地炮的沙发 那第一步棋 红方要把炮给摆过来 下一步 劲底炮一架 就是绝杀 那一发这时候 竹又来不及挡红炮 这里只能选择进马 挡住红方的炮面 仅有这一步棋可走 带一带这么走 红方这手又该怎么应对 好像这么一看 红方这边压根也没啥威胁 这时候 红方这边接下来第二步棋 有为关键 如果想不出来的话 此局压根就赢不了 这一步棋就是直接选择进炮 顶住黑方炮的一个活动空间 防着一方把炮抬上来之后 跳马来倒降面 接下来红方这手 一旦这么走 黑方就十分无奈 因为这一边首先来讲 马是不能动的 如果竹马吃红炮的话 红方进里炮一架 就是杀起 那这时候呢 黑方这一边 如果随便跳马上来 我都有进里炮 绝杀的机会 就说黑方退马 守住红方浸泡这样的这个点 也没用 红方这时候再次瓶中炮 我也是不晚 你现在这一匹马 无法保住中路的泡面 面对红方现在不起 浸泡吃泡的杀起 某球呢 双炮绝杀 黑方呢 根本拦不住 必败有意义 所以红方这边呢 一旦瓶浸泡之后 黑方中路的泡马 双十老将 直接被困住了 现在唯一能动的 就仅有平竹 这一步棋可走 但是呢 虽然平竹过来 想利用这个高竹 来挡住红方的涮面 这时红方又开始应对 红方这一边呢 也不能随便乱走 这时红方要走一步 非常关键的棋 就是先上一步涮 走一步等着 这步上涮看是平淡无棋 但黑方也仅有这个竹可以动 首先来讲这个竹是靠不过来的 红方可以浸泡吃马 下一步棋呢 泡将必败 那一番这个竹呢 也不能拱下来呀 因为拱竹下来的话 待会就无法平竹来挡算命了 好意义 所以这时候黑方呢 唯一的出路 也只能继续平边竹 走一个弦 这样一来呢 相当黑方即便 少走了一步平竹的棋 那么这时候呢 好像红方这一边 也没啥威胁呀 但是接下来红方呢 有一步 浸泡的妙手 这个炮呢 只能腾弄到这个点位上 这一步棋呢 依旧下来道理也一样 黑方底边的 炮马双四 还是不能动 因为一旦随便跳马的话 红方随时有平中炮 创造双炮的杀棋 那一番这时候十分无奈 现在呢 黑方只能平竹来走先骑 红方呢 就平一步炮 多走一步都不行 这步平炮呢 黑方现在马还是不能动 因为如果直接进马的话 红方呢 就是平中炮 还是呢 双炮绝杀 黑方呢 谁挡不住必败 那一番这时候十分无奈 现在呢 只能继续平高竹来挡双面 但一旦这么走 红方紧接着 巧妙把炮腾挪上来 目的非常明确 又是呢 想吃中炮 创造双炮杀棋 那这时候一番肯定不乐意 现在马跳不上来 因为红方有进底炮的杀棋 所以一番迫不得意 这匹马 只能往回跳 但是呢 你一退马 红方这时候 就乍之用炮 压制住黑方的马 现在步骑意图非常明显 平炮过来之后 近里炮照样是绝杀 而对黑方来说 先想平足来挡双面 根本来不及 红方与平炮 先步骑近里炮杀棋 黑方呢 谁挡不住 必败 那就算一番这边呢 不平高竹 而是呢 跳马上来 做红方中路的炮 也没用 红方与平炮 先步骑近里炮就是绝杀 你是打不开 炮不能动 就算竞马吃红炮也为希望 红方啊 竞笔炮一家 黑方啊 直接上了家 必败 那这一盘机局 虽然说是一盘 红方的一个必胜局 但是呢 双炮的一个巧妙倒腾 跟上帅的这一部等招 非常精妙 希望各位球友所接见 我们下期再见